大家知道你對於Esser熟不熟悉 熟不熟悉 那當然第一個 Esser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函數 如果你對函數不熟悉 那我想你工作效率絕對是低落的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如果你工作低落的話 恐怕老闆交付一個工作給你 人家早就已經做好了 你還在慢慢在那邊塗髮鏈鋼 OK 那要是你自己是老闆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奇怪 為什麼那個人這麼快 那個人每次 到底他在摸魚呢 還是他能力不足 OK 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希望說在工作上面 能夠怎麼樣 能夠比較 必定比別人早下班 比別人愜意一點吧 有沒有 就是那種很輕鬆自在的上班 感覺很舒服 OK 你上班就不會想說 你上班就覺得很憂鬱 那當然前提你可能就需要什麼 把一些技能學好 OK 尤其是因為現在應該沒有公司不用電腦 所以呢 應該沒有公司不用eSale 因為主要eSale的試占率實在太高了 那當然有一些免費的軟體 可是看起來好像免費的 好像也打不過付費的 為什麼 因為付費的 因為付費的 ESale還是試占率很穩定 OK 那第一個問題 ESale到底幾個函數 你們其實打開那個ESale就知道了 不過可能要算一下 從頭算到尾 大概250幾個 這個也不利用你Google一下也應該會知道了 OK 你可以Google什麼 ESale裡面到底有幾個函數 會不會有答案 應該有啦 OK 所以答案應該是250到300之間 那為什麼是 因為它會不斷增加 所以我寫的會比較保守 它至少有250個 也就是新的版本 它會不斷增加 根據使用者的需求 它會再增加一些新的函數 所以比較新的版本 會有比較多的函數 OK 那你想說 那老師如果說有一些函數我需要 但裡面不存在怎麼辦 OK 這時候的話 你可能就要自己寫了 自己寫的話就要自訂函數 那怎麼樣要自訂函數 這時候就要寫程式了 那也就延伸到我們程式的 就VBA 所以其實你想說 老師VBA是幹嘛用的 因為ESale裡面很多事辦不到 那怎麼辦 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OK 所以裡面的話 需要自己寫一點程式 當然寫程式對有一些人來說 應該寫過應該不是什麼太大 但對大部分同學可能會是問題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我會把上課的一些相關的動作錄下來 如果你實在還是聽不懂沒關係 你回去再複習一下吧 OK 其實說真的也沒那麼困難 主要是把那個關鍵的地方聽懂就好了 OK 反而覺得程式還比較簡單 比那個人文的東西好搞懂 問有人文 因為我自己本身為什麼會來這邊上課 教這個課程 主要因為我大概二十幾年前 跟各位是一樣坐在台下 而且我念的科系 不是資工系 也不是資訊相科系 我是念科系 我是念國文系 OK 那為什麼會轉一個這麼大的彎 這就說來話長 OK 那所以第一個 就是說 答案是這個 不過看起來答對的只有 幾少我真的太好意思 好 沒關係 再來的話 你對哪部分比較有興趣 看起來最多人有興趣的是什麼 對於那個視覺化報表這部分 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那當然我是希望 因為現在的人呢 如果看報表給他看一堆數字 他可能看了頭暈腦脹 如果你給他看一些圖的話 相對的會比較友善一點 那怎麼樣能夠把 你做出來的報表數字 用圖表來顯示 然後呢 又不會太麻煩 這該怎麼做 這也是我們這課程的重點 OK 那 再來的話呢 制定函數我剛剛提到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 佔55.8% 也蠻高的 OK 表示大家對這部分 其實還蠻有興趣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因為第一個 你們對於函數不太熟悉 所以也許呢 我們後面上課的進度 會先讓你們先怎麼 了解一下ECEL的函數 哪些比較重要 然後再慢慢的往前推進 再延伸到 如何去制定函數這部分 OK 所以各位也不用太擔心了 另外的話呢 這個是第二 第三的話是這一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其實也是ECEL 很好用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把大量的數據 其實或者你可以稱它大數據 把它丟到ECEL裡面 要做一些樞紐 做分析的話 其實最簡單就是樞紐分析表 但是樞紐分析表不是說你給它亂七八糟的資料 它就可以接受 所以你要怎麼樣先把資料做正規化 提供給它一個正確的資料 讓它去分析 這個也是我們課程會提到的 另外的話樞紐分析表 它延伸出去還有一個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也就是它不僅僅只能產生有數字的表格 它還能夠幫你畫出圖來 所以其實樞紐分析表 其實也等於就是說 可以跟上面這個做結合 樞紐分析表 產生樞紐分析圖 再來的話 其他這個地方還有什麼呢 網路爬蟲 比如說你今天很多資料是來自於網路的話 怎麼樣把資料爬取下來 其實這部分也是非常有需要 為什麼因為其實很多人 尤其像金融業 這樣很多資料都網路來 那網路來你如果人工來做的話 以前是複製貼上複製貼上複製貼上複製 那如果你的那個像股票資料好了 哇這麼多資料 你如果要複製貼上 那如果幾千檔這個股票資料的話 你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會爬蟲 那就簡單了 為什麼你按下去 自動幫你全部爬取下來 自動幫你產生你要的報表 自動把你要的圖給匯製出來 自動顯示出你要的結果 OK 那這樣的話當然會簡單許多 然後再來的話 不清楚想來學這些 OK一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電腦程度部分的話 哇 這大概又比那個上一個學期 上一個學期好像好幾個資工系的同學 已經本身就會寫程式了 這學期的話 好像蠻整期大家都不會 這樣也比較好教啦 不會說有同學程度好的同學程度不好 但其實這個可塑性非常高 所以其實你們會很需要多一些的學習 我是覺得如果你到 尤其你現在是高年級的同學 我真的誠心建議 你真的還是要把這些東西學會 不然的話你到職場真的會很辛苦 OK 因為人家一問你 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說真的 你面試的時候你就會遇到很大的挫敗 OK 為什麼很多人interview的時候就很順利 馬上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對不對 那有些人你丟履歷丟再多奇怪 怎麼都沒有回應 我是覺得啦 你要學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尤其像這些東西 像現在最夯的嘛 大數據分析 或者像AI人工智慧 或者像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這些東西的話其實如果你會 相對你也可以把它寫在履歷表上面 那就是你的亮點 OK 好 現在比較方向台積電 如果你想進的話 我跟你講 前提你可能還會寫程式 因為遇到非常多台積電員工 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而且他不是工程師 他是一般的行政輸入人員 OK 好 所以再來的話 你有沒有將來做準備 大部分同學最佔比最多的 有 OK 我看起來好像還似乎不太 第二佔比多的話是不知道 第三還不急 OK 好 我替你們急 OK 有些同學還是要準備考研究所 不過其實你考研究所 中間你還是需要會畢業的一天 那你還是需要有就業的需求 OK 另外你要寫論文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會用這些東西 用這些工具做分析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長痛不如短痛 要不就是一次就把它學會 我是覺得對各位來說是一定會有相對的幫助 再來的話 其中跟其末 因為這個關係到各位的成績部分 看起來占比最高的 看起來好像是分組上台報告的 好像事數是最多的 其次的話 就是怎麼了 這個 這個兩邊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這個我們再斟酌看看好了 其實如果你們上台報告 但對我來說其實還蠻輕鬆的 因為我就看你們表演就好了 只是我要打分數 但是我跟各位講 因為前提是你們已經有東西了 但是如果你的東西是非常少的 我不知道你們要上台表演什麼給我看 OK 所以我會希望說我們再看看吧 如果說你們已經有累積很多東西了 不然的話你一上台 當然很多東西變成你Google來抄來抄去 抄來抄去 其實有時候反而不是我想要的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真的學會一些東西 好那再來的話還有什麼呢 其他就是幾個問題 有關什麼呢 有關你對於這門課 為什麼來修這門課 大部分同學應該只是一些些的想了解吧 OK應該比較沒有什麼概念還有什麼 起初是因為對未來有幫助 覺得這個客人實用 OK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對於那個跨域 這個數位跨域的這個概念 一般同學好像都比較沒有太多認識 好吧 沒關係 也不能怪各位 因為其實你們離職場好像還是有蠻大的一段距離 我是建議就是說如果你有機會 真的寒暑假可以去職場企業打工看看 你可能就會比較有Feel了 你就開始會比較積極 不然的話因為你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需要具備有哪些的武器、裝備 結果你一樣都沒有的話 你可能到了戰場上面其實是會還蠻辛苦的 OK 好 那同學系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二件事情 因為今天的話就開始來上課 所以第一件事情 待會請各位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案 下面這個連結請各位要把它記下來 其實還蠻好記的 就是gg.gg斜線Excel to VBA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的主軸就是Excel to VBA OK 其實還蠻好記的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 把這個網址輸入到你的瀏覽器 然後第一件事情的話就幫我輸入上去就看到這個 這裡面大概長這樣 那裡面的話 我會把所有的資料通通放在雲端上面 就這個雲端 那裡面的話包含什麼 第一個範例的檔案 所以請各位待會兒先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 下載 你可以按右鍵下載或者是你直接點選 那因為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就把它下載之後再解壓縮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我這個範例檔案 主要針對Excel裡面的函數 那總共的話有五大類函數 所以你把這個下載之後 按右鍵解壓縮 解壓縮這個 其實你可以選這個 如果你是RAR的話 你就是解壓縮Extract Here 它就會幫你把它解成一個Flder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就有各式各樣的相關範例 有五大類函數加樞紐分析表 那待會兒的話 我們上課會先從第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第一個範例先開始講起 那我的上課的模式 會以實際上的案例為主 也就是說你先想想看要怎麼做 那我不會馬上告訴你答案 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答案也沒關係 我這邊沒有設限說 你一定有什麼標準答案 但是我們要想出什麼辦法 可以比較快解決你要解決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首期的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裡面的話 怎麼來的 你會發現它的規則是0911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用土法煉鋼的話 你可能就09111個 然後後面要三碼 不足三碼的話要補0 所以0841個 後面是7 007 但是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不是要你塗法鏈鋼 我們其實最快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可以在旁邊加個按鈕 如果可以的話 怎麼樣呢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這個的結果 它就全部都幫你把它完成 那當然是最好的 OK 可是 你如果不會 你就得慢 當然最笨的方法就是這樣 塗法鏈鋼 如果你是這樣在做事 我跟你講 你可能做不了 幾天你就想要離職了 因為老闆一定會一直 一直給你壓力 想說奇怪 你怎麼東西還沒給我 那所以怎麼辦呢 方法很多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可以用函數 可是函數要怎麼下 比如說像這邊 你需要一個公式 所以這邊的公式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下一個公式 等於什麼 雙引號09 AND 串接符號 一樣啦 其實這個部分上面 你需要會學會一些 簡單的基本的什麼 Excel的公式 比如說我要串接什麼 09 AND AND是串接什麼 串接這個 後面這邊的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0911 你先打勾好了 有沒有 0911就出來了 後面再加一個 減的符號 那再AND 一個什麼呢 減的符號 有沒有 你就是 那特別注意 如果是一串文字 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再打勾 0911有沒有 這個是84 那你要怎麼樣呢 AND 可是問題來了 084 那我要怎麼讓它補0呢 可是如果你現在直接補一個0 可是底下不一定需要補0 也可能補兩個0 也許補三個0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比較困難的點 那當然 第一個是如何利用Excel裡面的函數 裡面可以用一些函數 那這邊有提示 你可以用REPT加LEN 其實可以完成 或者第二個 我們後面還會講VBA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試著把什麼 把這一個範例先打開來 先了解一下 OK 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待會接著再繼續看其他的東西 那相關的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看解答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相對應的 比如說我第一個單元在這裡 你就找到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裡面也會有一個解答 你可以從這個裡面看到 我後面會講的 覺得有點像雲端的講義 那你可以從這上面先稍微閱讀一下 先稍微參考 想想看怎麼做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去下載 這個上課的範例的檔案 謝謝妳們 謝謝妳們